字幕志愿者 红兰娅 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 处理临时提案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1分钟 首先请沈治会委员发言 行政院要推動國道一號增設台74線的系統交易道工程 這個預算總共46億 預定2023年才完工 但是因為現在已經開始在施工了 造成現在許多的雜道必須要封閉 因此本席在這裡建請行政院要求高速公路局 採取三班輪替全天作業 或者分段同時作業的方式施工 來節省這工期縮短工期 有效解決當地交通的黑暗期 因為這個涉及到整個建設計畫 因為預算已經是確定的 可是這工期因為我們時間的縮短 可以節省相關的預算 或者是可以造成當地交通的黑暗期可以縮短 這也是對地方上的一個福利 所以本席在這裡提出建議 建請行政院儘速採取 本院委員審置會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決議 喊請行政院援助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蔣乃欣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蔣乃欣等十一人 有鑒於國外媒體報導 部分APP因為可以拍攝影片上傳 分享給其他用戶觀看 或者具有直播功能成為兒童涉刑犯罪的媒介 根據瞭解我國目前對於手機裝載的APP 無論是NCC經濟部或內政部 皆聲稱並非主管機關互相推諉 全國各國全球各國沒有不重視兒童涉刑犯罪的問題 我國政府卻消極期盼 APP業者能夠自律 將我國兒童及青少年置於涉刑犯罪的風險之中 為保障兒少身心健康健全發展 本席要求行政院責成相關部會 立刻針對如何防止行動裝置APP 淪為兒童涉刑犯罪之媒介 提出具體之因應措施 是否有當盡情公絕 本院委員蔣乃欣等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 群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李彥秀委員 本院委員李彥秀等十一人 有盡於行政院日前宣示將全面推動雙語教學 開放幼兒園雙語學習 並將國民小學雙語教學向下延伸 走向國際雙語教學是合理發展的方向 也是很多家長的期待 但是配套措施及相關工作 教育部在規劃政策時仍應審慎留意 原建請行政院推動雙語教學時 應針對私資的培育 課綱的規劃調整的部分嚴謹規劃 並應考量推動雙語教學對於城鄉落差的衝擊 鼓勵英語師資前往偏鄉任教 避免偏鄉雙語學習落差 是否有當 請公決案 本院委員李彥秀等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喊請行政院延處 請問委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羅明財委員 羅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八委員會臨時提案軍理處理完畢 陳委員移民聲明對今天上午報告事項第六十四案之表決 細投棄權票列入公報紀錄 下午二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進行內政組織質詢 現在休息 請拜託